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麥克大叔 今天又再度來到綜合區的美孝咖啡 因為今天我岳母她生日喔 所以今天又訂這一間韓式料理餐廳來吃飯 然後這是這間餐廳正面的樣子 那上次拍過啦,這間餐廳就是一個很漂亮的感覺 好,那今天我們就全家人一起吃 一二三四五六,六個人 那我應該會想要點這一個 豬虎鍋,吃吃看 好,小姐那我就想要點那個人生雞湯 人生雞湯,那也是 那你們那有附,就是湯你,有附飯嗎? 就是這樣 那個沒有,附一個小菜 附一個小菜,好,OK 好,謝謝 好,那這個就是韓國的 麻芽莉,乾杯 辣辣乾杯 乾杯,好,就直接喝下去 還有祝各位M粉,然後身體健康就乾了啦 好,那個就是韓國的米酒 然後甜甜的,好喝 好,那這邊還是對一對的拍一下 這邊就是宮廷市的餐具跟白色 上次小姐有介紹過 然後她幫我倒 有這個韓國的老婆幫我倒 就特別有韓味 嗨,媽媽乾杯 乾杯,乾杯 祝姥姥生日快樂 好,M粉乾杯 那這個是香煎牛小排 好,就是這幾樣 有辣醬泡菜 海苔,紫蘇葉 一碗飯 還有牛小排 好,那我們今天就會分著吃 好,現在有老婆示範怎麼包這個啊 好,就這幾個小菜 然後就這幾個小菜,然後包成一捆來吃 好,就這樣吃 好,那這個是馬鈴薯豬骨鍋 哇哦 那邊是韓國進口的芝麻葉粉 其實要到湯湖裡面去味道會更好 謝謝 不要 notification 然後還こ團這個 那這包好的牛小排 加其他佐料就吃吃看 口味蠻好的 好 這個就是豬鼓睛 好 這個是仙酥包飯 肉肉開始用來味道香 香味最好 謝謝 這個我記得上次有吃過 不過這個味道很好 那美校的菜色都很京劇 那這個是宮廷傳統拌飯 謝謝 拌飯要攪拌越具有好吃 然後搭配辣醬會更美味 謝謝 好這個上次也有吃過 那仔細照一下好了 那這邊就有好幾種 烤肉然後菜類 還有小菜這些 這個是牛肉丸 那我們的牛肉丸比較特別 要直接用嘴巴咬 它會流出肉汁來 請慢用謝謝 好謝謝 這個沒看過 這個就是牛肉丸 還有這個 芝米飯 好幾種小菜 試情況看我吃不吃得到 感覺很精緻 那這個就是生雞湯 因為我點的是生雞湯 所以這個應該就是我吃 材料蠻多的 因為我們好幾個人 所以會 菜都同時上了好幾道 然後這個是豬 豬骨湯 現在就喝喝看 裡面就是有 黃豆芽這些 然後湯頭就是濃稠的感覺 就有蔬菜跟這個肉類的甜味 很濃稠的感覺 然後跟在韓國吃的味道比較像 好吃 剛好最近天氣也比較冷 所以這樣吃起來蠻舒服的 排骨肉就是 有肥有瘦 那肉燉煮得很軟爛 裡面應該就是有這個韓式的辣椒 辣椒粉 好吃 好吃 很濃郁的感覺 那根據我媽的講法說 這個韓式的湯頭裡面 可能會放一點小蝦 所以它有一點這個海鮮的鮮味 我不確定是不是 但是口味不錯 那分數我覺得是90分 好喝 豬骨湯大概 有小辣的感覺 再來是這個人生雞湯 裡面就是有口氣跟紅棗 但是雞肉不知道 雞肉不知道是不是一整支的 味道蠻香的 嗯 就一隻小雞的 吃起來肉也很軟爛這樣子 燉得很軟爛 嗯好吃 那這個人生雞湯連骨頭都可以一起吃 然後裡面就還是有 這個糯米的濃稠感 嗯好吃 雖然這家的料理的價錢是比較貴一點 但是我覺得都很值得 很好吃 嗯好吃 嗯好吃口味很好 我記得這一鍋好像是要400多塊 好吃 嗯好吃 好那這個人生看得見 嗯真材實料 好因為我今天沒有放假 所以晚上不一定會拍 如果說我睡過頭 晚上可能就不會拍了 嗯嗯嗯 好很好吃 很好吃 好那這個是泡菜千餅 上次看過的 嗯嗯嗯 然後他有附那個沾醬 沾醬我就不拍了 就直接沾上去給各位看 他有那個酸酸的沾醬 好吃的精緻這樣子 好很棒 其實個人覺得這個韓式料也蠻美味的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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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蠻推薦各位朋友來吃吃吃看 剛好我現在在冬天 這個吃這個就還蠻補身體的 很道地的韓式料理 很好吃 因為很燙 所以我只能慢慢吃 好好吃 應該是整隻小雞在裡面 正統好像是說就是用整隻小雞去煮 可以看到這個肉就是很容易就分開了 對小孩子吃也蠻適合的 然後他就很像很燙的一鍋粥這樣 好吃很清甜 然後分數我覺得是 誒講過了吧 93分 好吃 很推薦各位朋友吃吃看 很棒 然後大小大概兩個人分也可以 胃口大的人一個人吃吃可以 然後兩個人分也可以 好吃 好那這個美女店員幫我們倒水看一下 好謝謝 好這個醃蘿蔔很好吃 好這個醃蘿蔔很好吃 好很脆然後帶著微酸跟 微微的辣度 很好吃 好這個要做好吃也不容易 很棒 好那人生技就像吃一鍋大鍋的粥一樣 好現在有吃了一半以上就覺得 渾身熱滾滾的 然後骨頭都可以咬碎吃這樣子 好那這個也有看過 這是牛肉包飯 上面還有點辣椒 下面是紫蘇 紫蘇葉 好那裡面還有點包飯 很好吃 然後紫蘇味道很香 好那還有半杯米酒 就祝各位 開開心心啦 然後我的粉絲過了三關 那就感謝各位的支持 好乾一杯 好 那你們也要喝喔 好那這個是甜點 要一起來看比較多 這個是什麼 等他一起來吃 柿子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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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這個就是柿子餅 那現在就吃吃看 那中間應該是有包鮮奶油跟堅果 很好吃 很平和的味道 那鮮奶油就稍微中和了這個 比較澀澀的口感 因為柿餅直接吃會感覺有點澀澀的 這樣很用心很好吃 那我覺得是90分 很用心 好吃 好剛好這邊有露出來 喔那個是核桃 核桃 這個很漂亮 這個 它石鍋很燙 它皮膚有一塊年糕 所以它接觸石鍋的時候 底下會產生菠巴 然後建議的時候是從頭到尾這樣子 一次挖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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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從頭到尾 挖到底屋這樣 稍微用點力 因為底下有鍋嗎 它會有一點點力 所以用點力這樣從頭 挖到底屋 長個口吃這樣味道最好 那椒糖的部分 如果有夠的話 你們再自己添加 好 謝謝 好這個上次吃過 我覺得很好吃這個 好那這鍋子整個就很燙要小心 好那這個就是上次吃過的蒸年糕 然後上面有冰淇淋 下面是年糕的 嗯 冰冰熱熱的口感 非常好吃 現在是 美校糖餅 美校糖餅 對 美校糖餅裡面 我們有包冰糖 香蕉片跟堅果 那一口糖餅加一口冰淇淋的話 吃起來就是冰冰熱的 甜甜的 然後如果是加我們自己做的 Cream Cheers 跟一口糖餅這樣子配合的話 就是比較符合韓國人的口味 就有點鹹甜鹹甜的這樣 那冰淇淋上面的果乾 是我們自己醃漬很烤的 所以它是可以使用的 請按要謝謝 那謝謝 那這個就是美校糖餅 那這個糖餅就這樣子 然後上面還有零點 糖漿 還有黃豆粉 然後還有果乾跟香蕉 這邊是冰淇淋 上面還有水果 那這個就是美校的糖餅 那現在就吃吃看 他說就一起吃起來就會 鹹甜鹹甜的 那這個是香蕉 這個在韓國有看過了 好 裡面有包堅果 味道就一模一樣 好那鹹鹹的呢 再吃上這個就甜甜的這樣 一樣是有這個熱熱冰冰的感覺 好 鳳梨很酸 好那各有特色 那我覺得這個分數是 98分 好冰淇淋應該就是香草的 好就蠻特別的 因為今天他們生意很好 我就不拍裡面 因為現在有太多客人了 那他們的餐點都很用心 也很好吃 個人覺得也非常接近韓國餐點的口味 可以來吃吃看 雖然稍微貴一點 但是至少不用坐飛機飛韓國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那另外今天是我的家族聚會 所以影片時間也會稍微長一些 好拜拜